说马云的电商隔了实体店的命 更有人说是马云的电商不倒 实体企业就起不来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实体店大量的币电后 网店也迎来了币电潮 那这又怎么说呢 到底是谁的错呢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是谁隔了谁的命 只能说是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的需求 那现在是实体店不好做 电商也不好做 那未来到底什么好做呢 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向到底在哪里呢 不要着急 听完我说完你就明白了 马云的电商平台是在2003年开始布局的 那电商红利期是在2010年之前 现在已经是电商的成熟期了 那当初电商刚来临的时候啊 就有很多的吃瓜群众在看热闹 认为电商不会成气候啊 只是小打小闹 所以呢也就没有及时调整好自己的经营方向 那还是这个跟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但是结果却发现客户是越来越少 利润是越来越少 消费者都在 但就是不消费 那这个时候大家才着急了 那于是呢 纷纷的开始触网 但是这个时候 电商已经没有起步期的这个红利期了 也不是你刷单就会有订单的这个时候了 那再加上实体店之前都没有沉淀出电商的人才 结果就导致电商成为了很多实体啊 这个企业的鸡肋 失之无畏 弃之可欺 那我身边呢就有很多实体企业的老板 普遍遇到了这种问题 那结果因为实体企业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 而纷纷的选择关闭 那现在又说电商又出现了币电潮 那我没有拿到官方数据 那么也不敢乱加评论 只能说现在的电商是越来越难做是真的 那么我们从各电商平台的广告当中啊 就能看出来 那今年的618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 那只要你打开它铺天盖地的广告 那么就会迎面而来 全部罢屏广告 讨厌的很 力度之大 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力度的去打广告呢 那因为生意难做呗 新商家呢不进住了 老商家呢又没有订单了 那再不打广告啊 商家不就是要玩完了吗 电商生意难做 面临着以下几个现实的问题 那一是呢 商家自然排名带来的订单很少 不打广告就没有订单 但是打广告的商家多了 广告费自然就会水涨船高 那这样商家到最后赚的钱还不够广告费的 那流量费是越来越贵 其次电商现在是一片红海 大家都扎堆在电商平台 电商市场再也没有当初啊 你放个砖头上去就能卖出去的现象了 那商家之间的竞争是越来越大 那这样只会让利润越来越少 那即使你有订单也未必就能赚钱 白忙活一场 再者各砍价平台的出现 各分销平台的出现 再加上现在的直播带货的兴起 那这些都会抢掉电商的市场 那电商平台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那么未来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做呢 其实生意啊一直都是存在的 人们的需求也是一直都在的 那生意难做只是客户换了一个购物的方式而已 我们了解到这点过后呢 我们就好办了 第一一定要多渠道获客 这点非常重要 那没有这点 未来你的企业一样会活不下去 未来的最好经营方式就是产品加销售渠道 加社交网络 那说明白一点就是实体店加电商加自媒体 那这三块你都要吃掉 那不然你的企业都没有竞争力 我们老板都会犯一个通病 那就是隔自己的命啊 很难啊 让别人来隔自己的命呢 却很容易 第二缩短产品销售链 那如果你的产品销售链拉得越长 你让利的空间就会越大 那市场竞争力就会越小 那除非你的产品好到客户不买你的产品 也不会买同行的产品 如果你不是这种情况 又一时避不开代理商 经销商等这些销售渠道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要学会联手抓 一手抓代理一手抓直销 怎么抓自己去想办法 那么在如今瞬息万变的时代 有的时候啊不是你不想变 而是层层的销售渠道压得你变不了 那这是现在很多实体店老板头痛的问题 那最后只能是迎合了代理商磕死了自己 第三降低产品成本 用低廉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 这是做生意根骨不变的经商之道 那特别是在当前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 不管是我们的生产成本 还是我们的销售成本 我们都要降低 前段时间说企业找网红直播带货 结果赚的钱还不够填坑未费 那么到头来是好了谁呢 那即使你现在做了直播带货 你做了电商又怎么样 那还不是花钱看热了 所以培养自己多面的货客渠道 降低销售成本则是关键 那现在是销售成本往往会大过于生产成本 那如果再不改变 到最后你的企业就变成了廉价的劳动力 那终究也有一天会死掉 实体店闭电潮之后 网店也迎来了关店潮 那未来的经济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